羅吉宇的第二堂課 到底什麼是羅吉宇 我現在都在學這個 Logipa 有聽過嗎? 我還成立了兩個社團 一個是羅吉宇的中文的學習社團 在 Facebook 上面 那台灣雖然在 怎麼講就是人口上面是小國 但是台灣在 Facebook 上算是大國 因為你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 台灣人絕對比中國人更多 因為他們翻牆才能出來 我們直接就可以上 其實我有個 之前來這邊交換學生的朋友 他現在回去了 他有一天說 我在操場都可以用 Facebook 耶 超快的超開心的 為什麼呢? 我就問他為什麼 因為現在大陸有一個軟體叫做 FB Now 你灌上去之後不用翻牆 你都可以用耶 如果去大陸應該記得要用 FB Now OK 回到羅吉宇 羅吉宇我為什麼學他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少人會的東西 這符合我的原則 我的原則是什麼? 很多人的地方 不要去跟人家搶 因為擠得滿滿都是人 競爭對手太多 沒有人的地方就是一片真空 就像我剛剛講的非洲一樣 沒有人的地方 現在大家都逃出來了 你還去幹嘛呢? 裡面內戰一直在戰 你得準備軍火才可以去啊 但是問題是 他就是一片真空 OK 那 同樣的 羅吉宇我現在看到的是 一片真空 不算真空 其實他已經有很好的基礎 羅吉宇的全球 Facebook 社團 目前有 2000 多人 我成立的 台灣的羅吉宇社團 已經有 500 多人了 我們搞不好很快就可以超越他 他也不一定 但是不太容易 那更令我覺得意外的是 連那個羅吉宇的軟體開發社呢 都有一百個人要擠進來 然後就 哇 台灣有這麼多人想開發羅吉宇的軟體嗎? 我想像都想像不到 那他們可能都是因為看到我那個投影片 上禮拜那個 然後才進來 因為我上禮拜那個我不是叫他們參加羅吉宇社團嗎? 我在羅吉宇社團裡面又說 OK 我要成立一個軟體開發的 所以他們後來又進來 後來會貼到程式人雜誌 所以看到人會進來 所以目前有一百個人 但是目前的貢獻者 基本上就是我 然後有人幫我抓 bug 給了我一個 Github pull request 我第一次才知道 Pull request 應該怎麼拉進來 所以我又成立了這一個專案之後呢 我發現我的 Github 功力突飛猛進 這種東西你就是要去玩 你才會熟啊 萬一 Github 只有自己一個人用 你絕對不可能熟到什麼程度啊 所以我成立了 除了這個網站開始寫 然後成立了幾個社團 我成立了一個 Github 專案 這個專案叫做 Lowa 羅萬 羅吉萬國語 簡稱羅萬 那羅吉萬國語 我們打算就是用羅吉語的語法 但是呢 你如果不會寫那一個字沒有關係 你就寫你會寫的語言 譬如說 我如果今天搭車我不會寫 那我就直接寫中文的搭車 到時候我們寫的翻譯軟體做字面翻譯 很容易就把你的搭車翻譯成 Clima OK 搭車翻譯成 Clima 那就解決啦 對不對 那這個對電腦來講 是一個輕而易舉的動作嘛 但是問題是 對人來講你要背出 搭車是 Clima 問題是有十萬個這樣的字 你就背不起來吧 對不對 所以 電腦擅長的事情交給電腦 人腦只要負責學會他的語法 其他的就交給電腦了 好 這是我成立這一個專案 目前想做的事情 目前做到哪裡呢 來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我們講的是 見極理極說到做到 不是說隨便玩玩而已 上禮拜跟各位講完那個 回去我就開始去寫程式啦 對啊 然後呢 呃程式在哪裡啊 在我的程式裡面我已經放進去了 LMP LMP 邏輯與翻譯系統 這個是目前可以上線的一個東西 這是邏輯 換國語翻譯系統 目前只支援英文 翻過去 我們保留了思議員風格的註解 這樣可以讓你寫一些不想被翻的東西在上面 然後呢 這一個 這個故事是什麼 北風與太陽 大家都聽過 對不對 北風跟太陽比說 誰可以把那個人的外套給脫下來 對不對 最後太陽贏了 北風輸了 因為北風用吹的他越拉越緊 就這樣一個故事 所以大概 兩百個英文字就可以寫完了 那 這個就是邏輯語版的北風與太陽 然後呢 我去把邏輯語官網 把那個 一本的sm row字典給抓出來 抓完之後把它轉成json 因為我用javascript寫 當然轉成json才好用 轉成json之後呢 然後再進來 然後逐字翻譯 簡單吧 這個程式十行就寫完了 對不對 對 但是要再加上這個界面 就要一百行了 但是 真正的核心程式十行就寫完了 簡單啊 簡單的程式啊 然後你一個看 他說 La Verti Blibe Joho La Sorry 到底在講什麼話哥 不知道 但是這上面有 這個 用Ruby Ruby這種標記來處理的 它可以讓你做上下排的顯示 類似像註音符號 放在國字上面的這種東西 用Ruby HTML裡面的Ruby就可以做到 那 La其實就是英文的 the 這個 Verti 其實就是nose 北邊 Blibe 就是Bliis 北邊的微風 這裡用Bliis Bliis 對 用北邊的風就對了 Joh and 的意思 and La 又是the Sore 就是Sore 上 太陽 所以 這樣翻完之後 你大概就知道 北邊的微風和這個太陽 就是北風也太陽 所以當我們做這樣的翻譯的時候 對電腦來講是情而易舉的 對人來講應該也可以讀得懂 只是我字典還沒做得很好 所以現在很多什麼Niho這些 我根本還不知道它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那標準的字典裡面呢 寫的根本就太長 而且它是在做解釋 那種直接翻進來就不太適合 所以我就不翻了 先把它控掉 那所以這種模式我覺得 可以幫助你很快的 就進入邏輯語的領域 自己寫個翻譯系統幾行而已 所以就做完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 邏輯萬國語 邏輯萬國語 因為這一部分只是說 我看得懂 看得懂也很重要 至少要先看懂 在看懂之後你就 我們目的是要讓人跟人 可以透過邏輯萬國語來教他 那為什麼要邏輯萬國語 不直接用邏輯語 因為你單字背不起 所以你要用邏輯萬國語 然後你交談的時候 我就打邏輯語 邏輯漢語 然後呢 這些像啦的 啦這些 你吼啊這些東西呢 就直接打你吼打啦 就可以了 因為它是一種 你用別的語言很難表示的東西 那你就乾脆打這個 那如果是英文的話 其實有樂 所以沒有問題 你打樂也可以 OK 那如果是中文的話 你打一支那還不如打喇就好 或這支你就打喇就好 OK 所以到最後你就會寫什麼 拉北風 拉北風 揪火太陽 你就打 拉北風揪火太陽 然後呢 傳出去的時候 它就幫你轉成 拉伯提不利北 揪火 揪火 sorry 然後呢 如果對方是英文的國家 那他就直接翻成 對方看了就知道了 這把人 記憶體化 人腦 做人腦會的事情 電腦做電腦會的事情 然後一體化 那人唯一要 花一點代價的地方就是 你要先學會邏輯語的語法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選邏輯語 為什麼不用英文就好 你這種翻譯也可以直接翻中嗎 對不對 那為什麼不直接用英文 為什麼要用邏輯語 這一點 就是後來我發現 好處的地方 直接用邏輯語的好處在哪裡 看到我打這個 應該有人就知道為什麼 對不對 方志儀應該知道為什麼了吧 比較好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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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好翻 對對對 你應該有聽過BNF吧 有 對 你有聽過英文有BNF嗎 沒有 中文有BNF嗎 沒有 邏輯語有BNF 而且是官方標準版 還有亞可格式 而且基本上 它已經有層次了 這個有什麼好處 它的語法 因為它不是自然語言 它是人造語言 但是它是很少數的人造語言 人造語言可多了對不對 JavaSquid Ruby Python C Sharp 都是人造語言 但是你有聽過一個人造語言可以用來講 然後它是不能拿來run 對 它不能拿來run 它是拿來講的 對 這個人造語言是拿來講 哇 這不得了 我覺得這是 就是 我看到它之後 就覺得 哇 這是我的天命真理 夢寐以求的東西 出現 一個有BNF的 可以講的語言 多有吸引力啊 多有吸引力 對不對 你看這裡是什麼 這裡就是 Bai Bahe 這通通都是邏輯與其中的一些 就是我們剛剛講不用學的那些 不是不用學 就是你要學的那些字 就是那些所謂的結構詞 那你只要學會這些結構詞之後 沒有幾個啦 100個左右就結束了 你只要學會這些結構詞之後 那剩下的你就可以寫中文 100個 很多人搞不好一天就背起來 我可能要背個一個禮拜才背得起來 但是 我第一個學比較慢 未來你學的時候 你看我的東西 一下子就學會了 那 這一百個東西 到底該怎麼用 你學會之後 然後接下來 你就看到 它的BNF出現了 什麼叫做一篇文章 START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那個 有一個 有一個 Kan Pilot Kan Pilot 叫做Yack Yack 規定的語法 後來 Open Source版的Yack 叫Beezen Beezen也是跟Yack用同樣的語法 然後 現在 我用Java3裡面 有一個叫Geezen Geezen 也就是用這個語法 所以我只要把這個東西 餵給Geezen的話 我就會 可以產生一個編譯器 波及语的编译器就可以产生出来 但是现在还有个问题 就是这些token他没有给我定义 我得自己定 我目前还没有修 我也不知道怎么定 不然的话其实输入之后 就会产生一个conviteor 我真的去用了Gitzen 我还用Gitzen去向他有一个范例 是数学运算式的conviteor 你输入数学运算式 他最后会conviteor出东西 然后我的手机想 不管他 conviteor出东西 然后最后计算出那个变算式的结果 OK 那所以 如果你用这种语法 把它挥进去 它会自动产生conviteor 这叫conviteorconviteor的原因是这样 编译器的编译器 后设编译器 OK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基本上逻辑译 只要不符合这个语法的就是写错 这个语法已经定义 确定 只要你的东西pass不过 你就是写错 英文我可以说你写错 不行 但是逻辑译可以 因为你怕怎么过 你就是错 所以程式人在这里其实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因为语法 我们写出来的这个 BNF说了算 你没有写成程式 你说了不算 但是我发现 在这里其实有一些几个程式人在做 早期有一个就是用这个BNF 那最近他们在改 他说BNF不够强 要改成一个叫做 叫做什么 PEG的 PEG好像更强 问题是 我觉得不行啊 你知道为什么 我去测试啊 我测试给你看 哈 北风与太阳 要花五秒钟才会pass 天啊 两百个字五秒钟 那我如果一篇万言书的话 他要花几分钟啊 可能就当掉了 对不对 不行啊 这样不行 可是你有看过你的GCC 这样子编译下去 他当掉了吗 不行啊 没有啊 你怎么可能GCC编译下去 他就当掉 那Linux就不用玩啊 可是在这里就会这样 因为他用的PEG 不行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得 用GCC再做一版 因为早期那个版本 显然应该是用YAC或BISON做的 但是那个版本 现在只支援DOS 大家都网路版了 你DOS怎么行啊 所以我一定要GCC做一版 然后上网直接让人家用 现在上网的那个版本 都是PEG的 那就慢啊 给各位看一下 慢是怎么样慢 网机语的 那个版本 对 那个版本 在哪 咦 我突然 有了有了 在软体里面 这个 要稍微想一下 好 Logibank software 罗文集语的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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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你的东西翻过去 那我们就这样子把这个 这个是旧版的语法 但是其实我后来发现 新版的语法可能难缠 旧版的语法应该还会是主流 那新版的语法可能会死掉 那所以这个旧版的语法 我们把北风与太阳找出来 北风与太阳的逻辑语版本 内文直接放进去 太多了 北风与太阳的罗文集语版本 这个进去的话会出错 你看到 Synthes Error 那到底是怎么错 其实后来我发现 这个处理不好 他应该把New Line 直接全部给取代掉就好了 居然没做 没做 没做这就严重了 那大家其实都不知道说 不可以换行 因为逻辑语的规定里面 字母没有换行字员 没有标点符号 对 他没有标点符号 没有换行字员 他的标点符号是什么 他的句号就是 I 句号就是 以 然后通常 以的前面会加个逗点 讲逗点以也可以 那逗点以 逗点不发音 所以还是念以 所以他最后的 你就看到 他要讲话的时候 他就以 就是他要讲话 OK 你看这个就翻对了 这翻出来 对不对 而且他已经Pretify过了 如果没有Pretify的话 你就会很惊讶 哇 怎么那么深 这个Pretify过 其实已经好看很多 好看很多 他把那些东西都给缩写 而且都弄响 那Pretify过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Row-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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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h的结果 Path结果最后还是给电脑看 电脑最后是用这个 来当成他的语法术 然后去转换 之类的 奇怪 一直有人打电话 不管 所以呢 现在对 逻辑语语的 Path应该有点概念 他有BNF 这一点 只要学电脑 写过编译器的人 就会很有概念 有BNF 是超重要的东西 对于一个 用来讲的语言 却有BNF 这就是他的魅力之所在 好 OK 那 接下来呢 我们的 我就在做这个嘛 可是最近我发现 我大概已经 三四年没有看论文 昨天我回过头来看了一篇论文 我觉得 你要知道 别人做过什么 还是蛮重要的 至少在这一个 超级稀有的领域 论文你是可以 完全把它全部看完的 在大部分的领域 你根本就看不完 即使是Open Source的东西 你也看不完的 更不要说一些 热门研究领域 那个论文数量根本就是 就是你什么看都看不完 可是逻辑与领域 我目前所知道的论文 就只有三篇 三篇 所以其实我可以把它看完 没有问题 那 这三篇论文呢 我看了之后 我觉得有一篇很有意思 哎呦四篇喔 我讲错不是三篇 其中有前面这些篇很可能都是已经发表过的 那前面这一篇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你看它是Mester Cephas by Jola Hinks 那就是硕士论文 那就是硕士论文 Jola Hinks的硕士论文 那各位知道其实 这篇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 它写起来一点学术器都没有 所以 我还蛮喜欢看它的 但是这篇拿去发表 你会发现它在乱枪打鸟 根本就不是一个写论文高手会做的事情 但是因为它是一篇硕士论文 所以 其实反而成了它的优点 他把很多 论文里面不会讲的东西 通通都告诉你了 所以 我昨天就在看这篇 我觉得 啊这个德国的学生真有水准 德国的硕士生 哇你看连论文都排的这么好看 德国的硕士生 还没载完 所以还没办法看到全部 对 欸 我觉得 我把它直接下载 下载好了 我直接把它下载 订存 连结 存在哪呢 在桌面 CCC底下 好 那 这篇论文里面其实把罗基语的一些工具 他们都做过一遍 所以我就可以从里面挑我要的东西出来用 印象中他们好像有open source 我得去找一下 还得去找 然后 你会发现 OK 这时候论文就有用了 我其实之前都很讨厌一些论文 写了 之后都没有告诉你 source 在哪里 那我要怎么去重做他的实验 没办法 但是这一篇 因为是硕士论文 所以他什么都告诉你 所以我基本上可以抓到他的电视码 好 那我就可以来看一下这篇论文 这一个 有个问题 这个要怎么变全萤幕 这个 Adobe的 视窗 OK 缩放 好 缩放这里 应该也有 好 OK 来 他在做什么呢 我稍微看了一下 没有很仔细看 我觉得他这一篇做的 我本来以为跟我们会类似 后来我发现完全不一样 他基本上呢 他还是用英语的角度在看逻辑语 然后 他试图把英语跟逻辑语结合 但是他没有直接采用逻辑语的语法 他是希望说最后可以把英语跟逻辑语做一个完全翻译系统 但是这对电脑来讲就是一件难事 因为英语你要光是要pass就pass不出来 你怎么去做他的翻译系统呢 但是有可能因为 如果你不要管他的语法 那你用语语的方式去处理 最后是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 可是 你要再进去就很难 再往上就很难 但是这也正是这一边的优点 王子宜你可能念硕士的时候 曾经犯过这种错误 什么错误 你知道我现在要讲什么 就是企图心很宏大 但是研究不是这样做的 懂吗 如果你今天企图心很宏大 你要做研究 那你通常就是死得很惨 因为你最后论文是要什么 论文是要做什么 论文的重点就是我要打一个点 我这个点呢 我要证明或者是用实验 不管是用实验或者是用数学 我要证明它是对的 或者是它是好的 实验通常证明是好的 数学通常证明是对的 那一篇论文通常在交代的就是这件事情 物理的论文就是做实验 数学的论文就是做推理 但是这篇犯了什么错误 它没有把焦点放在一个 具有代表性 具有明确实验结果的实验 上面 对 所以它没有结论 没错 你们的论文有没有犯过这种问题 对 我是起结论的时候不少 对 所以这就是不懂 就是对论文没有不了解的时候 会企图心很宏大所做出来的那种东西 但是当你看久 看论文看久了 你会发现那种所谓论文高手写的论文 反而不值得一看 这种论文不是高手所写的论文 反而有很多值得一看 为什么 第一个 这些人出生之独 不畏活 他们不怕这个问题太难 他们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有多难 他就是坐进去了 然后坐了之后 你会发现 他蹦蹦蹦 西蹦蹦 这个也蹦 那个也蹦 最后的结果 他什么都帮你蹦完了 这就像什么 论文应该是在做教堂的顶端的 那个塔尖的最尖端的那个部分 但是他在打地基 他帮你把地基都给打了 但是他没办法到那个塔尖 所以他最后出不了论文 他只能说出硕士论文 他没办法出去看论文 但是呢 这也正是他的优点 因为如果你现在想找的是地基 而不是那个塔尖 你就应该找这种论文 而不是找那种论文 这就是地基型论文 硕士论文通常会有这个特色 所以硕士论文其实不是不好 其实往往硕士论文有时候很有价值 因为他是在打地基的 你想看地基的话 你就去看硕士论文就对了 我看到这一篇就是非常明显的地基型论文 他什么都做了 他做ontology 就是知识本体论 然后呢 把这个知识本体也就是说 用一堆很正式描出来的知识呢 来做什么 跟逻辑语混搭 论文最忌论混搭了 他居然可以这样混搭 这果然是论文新手做的事情 那他这样混搭完之后呢 逻辑语他也碰了 ontology他也碰了 接下来很合理的第三章他就要带出他的主题就是 我怎么把逻辑跟ontology混在一起 混搭起来 混搭起来 出来之后 这就是他的贡献和结论了 问题是最后他就写不出贡献和结论了 因为混搭起来 就是这样的啦 效果也没有特别好 也没有特别差 可以用 就这样啦 但是这就是他的贡献 这是地基型论 接下来他说 这一章我倒觉得很有意思 他已经把逻辑语的语意剖析 都已经做了 所以只要去把他的诚实找出来 我可能就可以从理念得到一些我要的资讯 然后呢 最后就是conclusion啦 没啦 看这篇硕士论文 排版排得很好 对 但是非常的有地基型价值 但是没有塔尖型价值 那你可以看到他做的东西系统 企图超宏大 用flameNet 这个是一个现在最常用的ontology 就是知识文体论 然后呢 用语意剖析器 他连flameNet的语意剖析器都弄 再接上逻辑语 然后再把逻辑语跟flameNet 做对齐的动作 alignment做对齐的动作 句子和句子之间做对齐 对齐完之后呢 写个逻辑语的puzzle 可能是用现成的 然后呢 再跟flameNet做结合 再写一个puzzle for Logibang 然后 再做对齐 然后 做语意puzzle 然后转英文 然后呢 用统计式的方法 连统计式都拉进来了 真的是了不起 然后 就 基本上他把逻辑语 和ontology这两个东西 全部都做过了一遍 然后还写了一个搜寻引擎 这家伙到底练几年啊 我不知道 我觉得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你肯定练很久 不过德国的学制好像做事 听说是三年耶 我不知道耶 所以他既然念三年的话 可能有时间做这些事 OK 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帮你打地基都打好 OK 这些地基对我来讲 是很有价值的东西 这是他的 英文和逻辑语之间的翻译关系之类的 这是图示 然后呢 他把逻辑语的 他把这个逻辑语的图示 像逻辑语里面会有 就是功能词 就是专有名词 然后 这是内容词 内容词里面有分 Gizmo Gizmo是字根 然后 Lujo Lujo是复合词 然后 Fuhibra Fuhibra 是long words 这个我还不知道他到底是干嘛 所以逻辑语基本上的 结构词大概就分成这些类 其中有些不是结构词 结构词就是刚刚所讲的 那个100个左右 但是 除了结构词以外 他每一个像名词、动词、形容词 逻辑语不是这样分的 他是用这些 然后 逻辑语的标准的特性就是 他把动词写在第一个名词的后面 也就是动词写在主词的后面 后面每一个都是填 填参数 这个参数就是第二个主词 就是主词、动词、授词 后面有授词、还有工具 还有什么通通都是放在这后面的参数里面 格式非常标准 基本上跟程式语言没有两样 只差我们程式语言函数都写在前面 他的函数名字写在中间而已 为什么要写在中间 比较好念啊 SVO的结构是中文和英文所共有的结构 日文也是 日文不是 日文是SOV 日文是动词写在最后 中文和英文都是动词写在中间 那很少动词写在前面 动词写在前面 我看到的都是程式语言 C语言没有物件导向的 特别是动词写在前面 如果有物件导向的 你那个点后面还可以写动词 对不对 他这个就是 已经物件导向化了 而且不需要点 OK 那这很有意思 好 所以你看在这里就有 像这样的图示 我觉得他就做得很好啊 他已经帮你都分析好了 说邏金语跟英文之间的关系 他的结构 都帮你分析得好好的 然后呢 连那个Copra Copra是指那个语料库 语料库就是 你一些这种报章文章啊 之类的这种东西啊 然后你把它拿出来 然后对他可能做一些标记啊 然后让你比较好处理 就会变语料库 但是对邏金语来讲 没有这个问题啊 对不对 像之前我看那个中文语 好辛苦你知道吧 中文语的陈克健他们 为了要做中文的语料库 他们要聘一大堆助理 几十个这样 然后呢 把那个句子 一句一句 标上他的结构 用括号什么 标上他的结构 然后 花了一大堆能力 最后做了一万句 然后说 一万句语料库 不得了了 问题是 现在邏金语随便讲 你根本不用标 他就是语料库 对吧 因为他的结构 已经确定他有BNF 他还要语料库干嘛 他有BNF 不用语料库嘛 所以就这样 所以 所以 语料库对逻辑语来讲 根本不是问题 好 所以他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就 做到很多事情 譬如说 这里有一个 系统 不是他们做的是 从前 另外那篇论文做的 他叫做均培 均培这个系统呢 他基本上是做一个逻辑语的交谈式系统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逻辑语的Elisa 我有给各位看过Elisa吗 上次我给你跟他聊天 我还写了一个中文版的Elisa 对 这个就是逻辑语版的Elisa 只不过因为他是逻辑语 所以他更强 为什么 因为逻辑语的语版已经确定 他要抓什么 他就可以直接抓了 那Elisa 我们只是抓里面的关键字来蒙混而已 他不用 他整个结构树通通已经存在 甚至他可以把栏位通通都填进去 一旦栏位填进去之后 语医处理就完成 语医处理完成 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譬如说 我在上一次投影片的最后 我就写了一个 这个可以在Facebook上面做一个很特殊的应用 什么应用 假如有个女生 他有一天问Facebook说 请问我老公有没有小三 Facebook的回答机器人 就可以直接从他老公跟所有人的对话里面 然后 用 假设他们对话是逻辑语 或罗汉语 或罗英语 之类 然后 这样子会不会造成跨国恋情 突然之间暴增 不管 OK 然后他就只要 Facebook就只要把他的逻辑语处理一下 然后找出那些具有男生跟女生做了某些事情的那种语句 直接把他抓出来 丢给他老婆 然后就跟他老婆收钱 这个是征信社 征信社的业务 所以呢 我帮你做了征信社的业务 而且 你还不用公开 所以 收钱啊 现在征信社收多少钱 我半价就好 天啊 那不得了耶 征信社收的钱半价 Facebook就发财了 OK 当然 到那时候大家就不用Facebook 怕被抓猴的人就会改去什么Snapchat之类的 他就不会用Facebook 好 OK 这就是逻辑语版的交谈系统 我们稍微看一下 他这个均培他跟人家说 Hello I am均培 Koi Mie 均培 就是 你好 我是均培 然后呢 使用者就打了 说 这个logic我就看不懂 这太进阶了 他说 If Bob is green Then Eric is blue 然后均培就回答说 我了解了 说 鲍勃如果是绿色的 那Eric就是蓝色的 好 逻辑语的 理解引擎说 我了解了 接下来 使用者就说 Eric不是蓝的 Eric不是蓝的 这显然正在做经典的逻辑问答问题了吧 对 然后他就说 好 那包裹不是绿的 这是非常合理的 逻辑推论 这个叫否定后相 Eric不是蓝的 否定后相的结果 就可以否定前相 鲍勃一定不是绿的 所以他可以做到这种深层的交谈系统耶 耶 是不是感觉很有描头 很有描头 深层交谈系统 所以如果用这样的语言聊天的话 Facebook真的很有可能可以找出 那个人有没有小三 但是人是聪明的 当他知道Facebook会这样做的时候 他就再也不用 逻辑语或罗爱语或某英语聊天 他会用一种电脑所无法懂的英语或中文来聊 对不对 不然的话就死定 OK 那就这样子 你大概知道他到底在干嘛 那 逻辑逻辑 好 这些都是他整理出来的 很棒的整理 还做了实验 这些实验我就没什么兴趣了 我比较有兴趣的 现在是以人类学的角度去观察他到底做了什么事 而不是他到底有什么结论 因为这种硕士认为你最可贵的地方就是 他什么都敢碰 他什么都不怕 他什么都碰了 好 接下来他做这个alignment 这里面其实又做了很多事 光是做这些我觉得三年根本做不完 所以你如果去念硕士 千万要切记 这个是 这个是 反面教材 但是他真的做得很好 他花了很多力气去做 可是确诚了反面教材 因为 这样做很不容易毕业 不过德国可能不管 德国他们可以这样搞 那台湾现在之前不行 现在我觉得慢慢又可以了 慢慢又可以了 因为 我发现我喊了好几年 有用耶 真的有用 现在其实大家的观念又变了 所以 不只我喊来对了喊 结果就是 大家观念其实又开始变了 不是论文不好 论文是好东西 但是 实有论文就不太好 那 你可以看到 他还做这种感觉就像Data mining的东西啊 哇 真的是时间太多 然后 网路界面也做得很棒 所以你看这个学生真的很厉害 很多教授根本就做不出这种东西 最后就只打一个点而已 但是呢 他就是不怕 他就是做 不得了的多 连统计模型通通都进来了 这些我就比较没有什么兴趣了 好 到了第四章 这个我有兴趣 罗吉尼的语义剖析 因为 刚刚所看到的那一个past 那个是语法剖析而已 他还没有做到真正的语义剖析 到底哪一个东西填到哪一格里面 这个才是罗吉尼真正核心关键的地方 但是呢 其实罗吉尼很好填 他就整个设计出来 就跟程式语言一样就是为了让你填的 所以他应该是很好填的 可是问题是罗吉尼只规定了bnf 我觉得他根本就走错方向 他不应该规定的是bnf 他应该规定的是 填充型语法 可是他的填充型语法都放在哪里 都放在他每一个字的栏位里面 他字都定义了很好的栏位 让你填 那这个我们上礼拜有给过很多例子 那这种填充型语法 是我接下来可能 有可能会去做的 我要去做这种填充型语法 让罗吉尼可以做语力薄析 我会去把它里面的sematic positive 有可能找到的话 我把它找出来 研究一下它的优点和弱点 然后呢 再想办法做出一个真正可以用 我觉得硕士若衡有说是这样 因为他做了太多东西 他没有把焦点放在一个地方的话 到最后他这些东西 也就消失了 也就不见了 那就很可惜了 那你要让一个东西活下来 你一定要上线 上线之后 对着罗吉尼官方组织开放 然后请他纳入官网 让全世界的人知道 这样子 你的东西就 可能被全世界的罗吉尼的人 所真正使用 这件事情 在别的领域做起来很难 在罗吉尼的领域做起来 我觉得应该不难 为什么 因为这个领域的人太少 会写罗吉尼 又会写程式的人有多少呢 这个世界上我认为 不超过一百个 那我进去 我的对手就这一百个 但是 会真正又投入去写的 你会写程式就算了 你会真正投入真的去写的 不超过十个 其中五个呢 已经不完了 剩下的就这五个 我进去 我只要做得比这五个好 我就是全世界最会罗吉尼的程式人 这个领域不是太棒了吗 你如果一直想着说 这人很少 人很少 人很少 他没有用 那你怎么看得到 一片的大海 一片的大海 在那里 等着你去攻克呢 这就是一片大海 觉得 完全未开发 就跟非洲一样 好 OK 到了这里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们 该要的 他甚至还在做alignment 你看 这是他alignment的结果 他该做的他都做过了 他的资源 对我来讲就是个保障 这就是哥尔罗杰啦 对不对 我的哥尔罗杰就是他 我现在只要把这个哥尔罗杰把 就他死了 他没死啦 我是说 我是说呢 他可能 很可能已经离开罗吉语的领域 他很可能已经去上班了 去工作了 去德国的产业去工作了 他不再做罗吉语了 我接手 他就是我的保障 他就是我的 哥尔罗杰的保障 然后 接下来呢 我就是白胡子啦 白胡子也死了 我不要当白胡子 我要当 鲁夫好 我就是鲁夫了 我去找到哥尔罗杰的保障 而且已经找到了 我现在只要把它翻开 然后 把它拿出来 然后把它改一改 再把它放上去 我就是 已经可以打挂海军的鲁夫了 好 这个太完美 所以看到这个领域之后 忍不住 要回到研究领域 而且我的研究直接 通通都是放在slideshare上面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把研究的成果 去投稿给期刊 然后呢 投稿给期刊有什么问题 你投稿给他 大部分的期刊 都要你签授权合约 你一签 授权合约是什么意思 通常就是 你把商业权转移给他 你接下来你要把这个文章 拿出去另外一本书出版 那我不行 你要跟他 付钱给他 你才可以出版 我干嘛要做这种事情啊 这就是我最反对 论文的地方 就是那些期刊厂商 把持了论文 把它当成他私有的财产 那今天我放在slideshare上面 slideshare还是我的 我哪一天把它砍掉 slideshare从此也没有 但是我不会砍掉啦 基本上我干嘛砍掉 我就是要曝光让大家知道 那我觉得 我们写论文目的是 为了要别人看到 看到之后 你可以影响别人 你可以告诉人家说 你做了这一个实验 你做了这一个产品 你做了这个东西之后 别人可以继续做它 进一步的研究 而不是我把它藏起来 我把它授权给其他 没有付钱的人不能看 那这样的论文又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现在写的论文 不长这个样子 我写的论文长什么样子 给大家看一下 最近上了slideshare上几篇 两篇 上礼拜那篇已经给各位看了 后来我又写了一篇 这篇比较像论文 上礼拜那篇一点都不像论文 这篇比较像论文 但是基本上它还不算论文 它比较像技术报告 因为我现在还在研究阶段 所以我其实是做了一个技术报告 那因为我是做程式的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其实反而是技术报告比较重要 而不是论文比较重要 因为论文是在打一个说 我实验结果证明了什么事 论文就是打这一点 但是技术报告是什么 我怎么样完成这件事的技术报告 我现在研究这个东西 基本上就是一个技术报告 比较不像论文 但是也有一些期刊 它是收技术报告的 像IBM的 IBM的很多 里面办内部就有一些期刊 它是对全世界的 它里面的技术报告 寫得非常好 那些有很多时候比论文 引用率更多 那 有看到 我这礼拜在研究一个问题 逻辑为什么从BNF转向PEG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太重要了 你为什么要弄一个慢十倍的东西 然后去取代旧的语法 这样有什么好处 那后来我发现 它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用这一份技术报告或投影片 来交代这件事情 那你看我 这哪是论文 这不是论文嘛 对不对 但是论文一定要写成很多字 然后密密麻麻的那种 那种谁看得下去呢 既然你想要的是把你要的东西传达给对方 让人家看了之后了解了你做的什么东西的话 你用投影片也可以 不一定要论文 我习惯用一种手法的投影片 这种我叫它高桥流式投影片 其实或许应该叫做城市投影片才对 那因为这种投影片的写法我觉得很容易吸收 一百页一下就看完 所以我就采用这种方法 那这个是上次我们已经看了城市人为何学罗基语 然后经过一个礼拜 我们进步了 罗基语社群我发现有一个很严重的争议 是关于罗基语的语法和PASS问题 这个语法有什么问题呢 有点不好讲 先看BNF BNF 刚刚我们已经看过罗基语的 有BNF这件事情 它是用来描述语法的语法 所以它叫做Meta Language 所谓Meta就是描述什么的什么 所以Meta Language就是描述语言的语言 那还有一些Meta 例如说Meta Research 对于应该说描述研究的研究 我这个研究就是在描述人在怎么做研究 Meta Programming 用来写程式的程式 不只喔 它会自动写程式喔 Meta Programming 已经到了自动写程式的程度 OK 那有时候像那个Java里面有一个 反射机制 这个也是Meta Programming 某种程度上 那罗基语的BNF 位于这里我们刚刚看到 现在是第三版 所以叫Stir the best 那现在正在提出第四版的查案 问题是第三版的语法是1997年定义的 现在已经2015年了 第四版还没上 这让我想到JavaScript的那个 第四版 大家觉得根本就不应该这样改 而且他跟第三版不相容 不相容的东西谁要用啊 同样的他的第四版 发现他跟第三版也不相容 不相容的东西 我觉得他还是会死的 所以最后还是回到这个第三版 就直接跳第五版 第五版会有什么变动 目前我们在观察 18年了 人生有几个18年了 刘基语 从他创立到现在 也只不过二十几年 18年来都没有改版 那为什么要定义第四版 当然啊 罗基语还不是很完美啊 就是因为不完美 所以才要定义第四版 可是问题是 第四版定义不出来啊 你看一下罗基语的语法 这就是他的BNF啊 BNF 你会看到 有点杂乱 是 没错 有点杂乱 里面有像这个 IJEC 所以这个 确实是 感觉有点杂乱 但是还好啊 没有站得到非常杂乱 那很多项目他还分一二三 BREETAIL 1 BREETAIL 1 BREETAIL 2 BREETAIL 3 OK 所以他整个写起来 那个语法大概有快一千毫 快一千毫 那 当要转成PASER层次的时候 需要用YAC和BESEN YAC和BESEN 你就要改写 让他符合YAC和BESEN的格式 这个是改写成 符合YAC和BESEN的格式 叫BRAMA.300 他官方网站里面 还讲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他说 如果刚刚那个BNF 跟现在这个GRAMA.300 有冲突的话 以GRAMA.300为准 那代表什么 程式人是主导 你知道吗 做程式人才是这个领域的主导 因为他可以PASER 他必须要靠程式人来写PASER 那如果 如果有冲突的话 当然是以程式的为主啊 不然程式不能跑 你那个定义有什么意义 所以程式人才是主导 然后 就有一个人 叫做John Paulway 他在 可能很早97年之后 他就写了一个第三版的PASER 哦 搞不好他从第二版就开始写了 所以 他现在这个东西呢 还是在 还是在 用C写的 还是在DOS上面跑 连Linux版都没有释出 既然命令列的话 至少要命令Linux版吧 现在谁用DOS啊 那问题是他还DOS啊 那这显然是已经被淘汰了 接下来这个PASER呢 都是版 不有人用 但是支援Web的PASER 不是John Paulway写的 是谁写的 是 这个 Kensis 但是 这个是软体的名字 他的人名不叫Kensis 他写了一个叫做 Eumantufa 这个人 在法国 好像是一个法国人 他叫Eumant OK 那 会写DOS 不会写Web 其实是很多人 没有更新的话都不会 这个领域实在是变动太快了 如果我到现在还在写DOS的话 我搞不好在课堂上 我教你们DOS 那 那 大部分的学生还是可以接受 他觉得啊 DOS就DOS 但是这个老师就太混了 到现在写DOS 然后 不是写Web 也不是写视窗的话 写视窗就算了 那 那不是写视窗 也不是写Web 写DOS 那就真的混得不得了 二十年来都没有改进了 所以 新版的Parser 他有一些不支援旧版的标准语法 但是刚刚那个有支援 另外一个没有支援 那 只支援4.0的实验性语法 有些是这样 那 那 EUMAN写的这一个 EUMAN出法 他是有支援旧版的官方正式语法 但是他还是用PG去写的 他还是不是用PNNM写的 那 我们用的结果就是像这样 这是刚刚我们其实用过 你如果切到lowout boot 就会很长 这些旧版的语法可能他们也觉得 剖析数很深这个问题 那对程式语言来讲 剖析数其实也不浅 你去看C语言的剖析数 很深啊 也很深啊 所以剖析数很深 真的是问题吗 我后来想想 其实不是问题 剖析数度很半才是问题 剖析数很深只是人看不懂 但是剖析数本来就不是要给人看的啊 谁会去看剖析数呢 所以如果你把它改成condense mode的话 就看到这个 这个虽然没有很好 但是好了一点点 很难看懂 但是把北风与太阳放进去 刚刚我们放了 有错 但是换行拿掉的话 就变这样 很杂 他们可能觉得这样子很难用 太杂了 剖析不是给人看的啊 他们一直到现在还在搞剖析 我觉得根本就不对了 应该直接进语义 直接进翻译才对啊 所以如果你用Pretify的话 好很多了 可是这个好没有意义啊 没有人会去看这个东西 这是给电脑看的 你排得这么好有什么用 还不如那个很深的剖析数 我处理起来方便多了 所以 如果你切到4.0版的实验性语法 还有一个4.0版的实验性语法 还不是看起来差不多 那这个实验性语法跟旧语法 对我来讲 没有太大的价值啊 所以呢 问题来了 他现在改用PEG 速度很慢 北风暗太阳 一两百字要五秒钟才剖析完 那我如果把爱丽丝梦游奇境放进去 我不是等到明天都还不会出来 没办法 所以 对于常常用编译器的程式人来讲 就知道这是不合理的 这是不可接受的 你不会希望你的GCC 砍派一个一万行的东西 要明天才会得到结果 所以 一万行的 市议员放进去GCC 砍派了要多久 方志宁 一万行 好像 应该不需要 应该是不用到几分钟吧 通常不用一分钟 通常不用一分钟 何可能几秒钟就出来了 不然Lenus的百万行和Android的签化行是要怎么编译啊 你不是编译下去的话 明年才会出来 现在动不动就是签化行的程式嘛 所以 不可能那么久 那 E-O-Mantufa 确实就是要这么久 我就去漏收E-O-Mantufa的原始码 果然有啊 在GitHub上面 E-O-Mantufa 仔细看 OK E-O-Mantufa里面有很多PEG党名的 这个采用了PEG.js 这个专案 很合理啊 因为他上网 他做网路版 他采用PEG或 采用Json 是比较合理 那这是PEG的官网 问题是PEG 是不是真的比较慢呢 我Google了一下 我发现这个网页 他做了一个测试 这个是PEG的 使用PEG的一个人 搞不好还是PEG的创造者 然后他做了一个实验 他说 他测试了PEG和Json 和Nathesis OK 这个Nathesis是手写的 不是用语法产生的 Json是用语法产生的 PEG也是用语法产生的 但是Json是手写的 所以你猜谁的速度会最快 测试来的结果就是 他用了另外一个叫language.js 这个7173毫秒 PEG呢 94644毫秒 Nathesis呢 865毫秒 可是差太多吧 9万跟800 100倍以上 Json 6372 他比Json慢10倍 他比Nathesis慢100倍以上 那这里一定有人会说 那我为什么不用Nathesis 不行 Nathesis是JavaScript的Compiler 你不能拿他来Compiler 逻辑语 他为什么那么快 他是JavaScript的发明人 JavaScript的发明人 就是真的发明JavaScript的那个人 他为Mozilla 就是火湖 所写的一个JavaScript的 要拼速度 他是一个商业性产品 而且是纯手工挡造 我猜一定是用地回下降法 直接手工hand holding去做 所以当他用地回下降法自己去处理的时候 他当然可以做很多奇怪的加速动作 但是你用自动产生的 当然会比较慢 可是 互符合我的预期是也慢太多了吧 8倍 8 8 怎么可能到8倍 8倍 怎么可能到8倍 要嘛就是JavaScript没写好 要嘛就是Nathesis用了很多投机的技巧 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 但是能够差到8倍 这显然不是那么合理 但是不管怎么样 PEG根本就是完全被压着打 比基神慢10倍以上 比Nathesis慢100倍以上 OK 那Nathesis 不是可以用来做KanpileKanpile的 所以 不考虑 我先用基神 再不够快 我就手通打造一个Parser 罗群云的Parser 可以啦 这样一定就快 可以快上100倍 那PEG比BNF其实稍强一点 稍微 我在看的结果 我觉得其实这个稍微 真的是只有非常的稍微而已 那这个非常的稍微 代价真的很大 但是我觉得罗群与官方组织 其实他们很可能不知道这种事情 这时候我要做什么事了 我很少去跟人家打交道的 我下次请EasyGo的那一个我学弟 你可不可以 有钱呢 因为他们比较有钱 他们有政府的补助案 帮我去参加 那个罗群与官方的会议一下 那 跟他们反映一下这件事情 说我已经写好了另外这个Parser 帮我放上去 那 那 就会换成我的 好 那 因为这些Parser都是从这个Camsys 这个核心版本出来 所以都采用PEG 不令人意外 Pars速度很慢 采用PEG的好处是什么 我来找到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叫 有issue with the Logipart Formal Grammar 就是说 逻辑语的正规语法 的几个问题 那 什么问题呢 他最后一段 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原因 他写了 old approach 就是旧的版本 是用BNF的那个版本 有什么问题呢 他说 for a while I'm trying to adjust the BNF Grammar to do the right things with respect to adiable adiable terminator because that the hard part I have since come to conclusion the adiable terminator can merely be made optional if longest match displication is used but let put us in the rearm of specifying the passer again which is what i was trying to avoid 在第一段就点明了一件事情 BNF 在处理一种叫做 adiable terminator 的时候 会出问题 会很难写 这个人会很难写 不能说我难写就叫大家换语法 不合理 不合理 对 如果你们要下课可以下课 因为我现在讲过头 我把它做完 所以不合理 不合理 所以呢我们打算 其实用BNF 快十倍 我为什么不要 我为什么要去用那个 PEG 慢十倍的东西 好 那他 后面讲到一件事情 如果要解决 让他完全符合可能 逻辑于某些比较奇特的语法的话 那会造成语法到不在 可是问题是逻辑本来就是 人要去符合语法 而不是语法要去符合人 即使他改了也不能够抓住全部的人所写的逻辑语法 有人就是会写错 那些呢 就是 你用工具给他嘛 你写错了 我就说你错 你就得改 你把不正确的语法贴上去 那你这句话 就没有办法被PASS 就是这样啊 逻辑是一个人造语言 他本来就可以做这种动作 所以 他说如果要解决那些比较奇怪的写法的话 会造成20倍以上的大膨胀 那 so what 你本来就不可能解决奇怪的写法 所以 Adiab 或terminator 到底是什么 我去查了就是这些 那这些为什么有问题呢 问题是我还不太认识 所以我稍微查了一下 我发现 对啦 他都是terminator 没什么 基本上他都是代表结束 或者是代表起始的一些东西而已 那这些东西 如果人不去照他的语法 就会产生问题 那你人就是要照他的语法 那另外一种solution 我觉得他这样讲也是有道理 人不应该被机器受限 那 这里就引申出一个问题 逻辑语真的需要有BNF吗 我现在很怀疑这件事情 因为只要我用栏位填充机制去把 逻辑语根据他的栏位指示标示 通通通都填到对的位置 我还需要语法干嘛 我可以直接处理语意 这就是刚刚他们所谓的semantic parser 我觉得应该会去做的事情 刚刚那一篇 所有的semantic parser应该会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只要去看一下 他的semantic parser是怎么运作的 其实我也知道怎么运作 我现在我的博士论文就是 基于栏位填充机制的sm的文件检索方法 这套我玩很久啊 所以不是问题 那些我根本不用看他的我就知道怎么写 那这些我觉得 现在我最大的障碍是 我还不会罗基欲 所以我看不出来为什么那些语法有问题 不然的话我就真的可以开始写 我就可以写一个semantic parser 直接根本就不需要 不需要透过BNF 我就直接把整个句子给填完 填完之后 罗基欲也就理解 理解之后你要做刚刚那种问答系统 或做其他的 就可能做到 这是我觉得值得研究的问题 但是我要再多 选一点罗基欲 不然我就根本就是还不了解 人家就在乱打枪 这是不行 OK 所以 KOLOD 再见 好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可以下课 可以讲最后 KOLOD 对 因为我现在只会这一句 所以我每一个投影片最后就KOLOD 好 OK 拜拜 拜拜